嗨,大家好,我是小诚哥,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youtube频道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视频教程当中呢,小诚哥还是一如既往的给大家介绍一款科学上网软件 那么这款软件呢,可以进行在iPad以及iPhone上来免费的进行去科学上网 那么在用到今天这款软件之前呢,然后我们得先有一个免费的这种美区iColo的ID 那么iColo的ID的这种注册教程呢,然后我在我之前的这个介绍的科学上网的这种软件里面也都进行去讲过 那么今天呢,我顺便带大家来继续来看一下之前的我介绍了这个科学上网的一个教程 那么这款科学上网的一个教程呢,就是这个机场 然后这个机场呢,叫西部世界 那么西部世界的这个飞机场呢,然后在它的这个官网呢,有这么一篇文章 然后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说,也可以进行去看一下小生哥录的这期的这个视频教程 然后在这期视频教程下方呢,我留有就是他们家那个官网的一个注册链接地址 大家可以点击小生哥的一个邀请链接,来进行去注册一个他们家的官网的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注册他们家的一个官网的一个账号呢 就是我们注册一个免费的账号的话说,它都可以进行去三天的免费的使用时长 然后关键是我们注册完成账号之后,我们点击到它的一个官网 下面有个客户端下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他们家那个官方文档 这儿呢,都有介绍关于,关于不同的客户端来进行去科学上网的一种教程文档吧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看的就是说,iPhone如何进行去注册免费的这种美区ID 然后通过免费的这种美区ID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下载我们今天的这款免费的这种科学上网的软件了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这儿说有iPhone版 iPhone版首先呢就是说,要么我们可以进行去注册香港的iPhone ID 然后我们按照它这个文档上,上面的进行去一步一步来进行去注册 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在那个之前介绍的这个西部代理的这个科学上网的这款软件里面呢 然后我给大家也进行去介绍过了,如何进行去下载 然后还有一个如何进行去注册 只要大家按照它这个文档,然后根据自己不同的这种客户端类型 来进行去一步一步配置的话说 一定可以进行去尝试成功的 当然呢就是iPhone的这个iCloud ID与iPad的这个iCloud ID是可以通用的 我想大家这个都一定都能够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果大家感觉就是自己去注册这个美区的 或者是香港的这个iCloud ID比较麻烦的话说 那然后大家也可以上淘宝 然后进行去花个三四块钱去买一个,也是一样的 然后呢小诚哥在这里就不给大家进行去重复的进行去介绍了 好了,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主题 首先呢,我打开我的这个iPad 大家稍等 OK,打开我们的这个iPad之后呢 然后我们进入我们自己的这个App Store当中去 然后我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右上角的这个search 就是输入框当中 输入SHADOW 然后插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search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科学上网的一个扣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下载上来了 然后我们我们现在就直接可以点击open了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款软件呢是完全是进行去免费的 然后OK,我直接点击open 点击open打开之后呢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他这个软件的非常简洁界面 然后上面这个广告呢 我们还可以进行去手动的进行去点击search进行关闭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停止显示此广告 多次看到此广告 OK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下面有个服务器列表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服务器列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默认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六条线路 美国,日本,菲律宾,澳洲,德国,英国等等 OK,然后我呢 现在默认选择一个日本的线路 选择好线路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击 点击这个转圈的这个cash按钮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说由于小正哥已经把它下载下来了 安装好了 如果我们是初次进行去安装的话 说点击连接 我们需要点击iPhone的一个进行去安装信用 它的一个证书 然后我们直接输入自己的客户的密码就好了 然后iPhone以及iPad都是一样的 然后由于小正哥已经安装过了 然后我们直接点击它的一个转圈按钮 我们开始连接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连接上了 好了 然后它的速度今天是怎么样呢 然后我直接退出 打开我的YouTube 大家可以看到打开YouTube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我会然后我直接点击我的频道 为了这个版权的问题呢 我直接给大家播放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视频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好了 然后我直接点击一下我最新的这个视频教程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用的这个投屏软件呢 它会自动的将我现在YouTube上的这个视频 投屏到我的这个电脑屏幕上 所以就是大家现在看到这个视频呢 就完全是我现在iPad上进行去投屏上去的 OK 然后我直接切换11080P 然后给大家展示最清晰的一个清晰度 OK 我直接点击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诚哥 欢迎大家今天回来到YouTube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它现在的一个清晰度 还是完全是 完全是可以的 因为我现在 我之前录制的这个视频教程呢 一般都是1080P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它这个 就是目前的这个 VPN的这软件呢 就是进行去给我播放我现在的视频 然后加载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大家在下边也能看到 它这个加载的一个视频进度条 呃 默然呢 它现在在不停的进行去加载 然后我现在是1080P的 呃 我这块的这个宽带呢 是十招的宽带 然后网速也不是特别快 还有一个 就是如果大家 呃 就是说家里边是摆着宽带的话 说 我想就是加载 呃 就是观看小诚哥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是say so easy的 就是说观看4K的也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然后我再给大家快进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快进的话 说是现在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嗯 嗯 OK 然后我现在 再拖转一下 一下 OK 然后我们直接 大家可以看到 是我通过这个 这个软件了 进行去快进加速 是完全是毫无压力 观看我自己的视频 对我自己来说是完全是够用了 如果大家仅仅是使用这款软件 来进行去呃 通过iPhone 以及iPad 来进去 嗯 然后上谷歌啊 YouTube 看一些这种教程 这种视频的话说 简单的这种教程学术的 那个视频的话说是完全是够用了 好了 然后小诚哥呢 就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如果感兴趣的话说 也欢迎大家点击小诚哥视频下方的这个订阅按钮 您去持续关注小诚哥 那么小诚哥呢 后续有更精彩 呃 更好的这种 嗯 科学上网软件呢 呃 这个教程的话说 也会在第一时间推送给大家 那么谢谢大家观看 好的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